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去年全美国有11.6%的民众生活是在联邦贫穷线以下 但是专家指出 目前这个计算贫穷线的方程式已经不合时宜了 真正的贫穷人口应该是更多 严重通胀导致民众生活困苦 专家建议政府调整沿用多年联邦贫穷线 提升这项数字的参考意义 原因在于现有的计算方式仍以食物开支为主 但民众负担最重的其实是房屋开支 统计不能与时并进的话 官方无法掌握实情 也无从帮助真正有需要的民众 据报道普查局数据显示 去年全国有11.6%的民众生活在邻邦贫穷线以下 但专家相信真正的数字可能更多 知情者解释 官方在1963年制定统计方程式时 将界限定在最基本食物开支三倍 然后将家庭税前收入与此对比 按照这个标准 四人家庭去年收入低于2.75万元 便在贫困县以下 但也有论者表示 贫困县影响民众申请房屋 食物 医疗等各类福利的资格 变动的话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 根据国会研究处资料 过去十年来联邦政府以此做参考 每年向基层家庭播出的福利和服务经费 超过千亿元 因此体系相当庞大 此外 不同州份的福利援助政策也有差异 部分州份民众即使在贫困县以上 也可领取食物或医疗援助 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部分专家担心 一旦调整计算方法 或令全国贫困人口突然急增 继而引发政治后果 因此民选官员推动改革的意愿并不强烈 普查局在2011年曾推出补充贫困准则 在原有标准以外加入居住成本 希望更准确反映现况 不过此标准在定义上 以计算政府援助的影响 所以未能适用于福利的审批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 来标准 做划 来标准